大甲妈祖绕境今天要进入第三天了 那么看到有一只黑狗 全身挂满了平安符 已经跟着妈祖绕境六年了 现场的情形交给记者周宜德 带我们来关心宜德 主播各位观众 大甲妈祖绕境目前是行进到北斗镇 我们可以看到受到当地乡亲热烈的欢迎 当地乡亲是准备了大炮上来迎接神教 而目前的信众是 目前是纷纷的来到了北斗镇这个地方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有不少尽重的为了要钻教底 这个求平安福气 还有人是上班上到一半的翘班来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群这个上班小姐 他们穿的这个套装跟窄军一身的上班制服 专程来钻教底 钻完教底还得赶回去上班 另外一个非常逗趣的镜头 就是这个小狗狗 他主人为了怕他太热了 因为这个柏油路面非常的烫 他要随行的队伍中 还要给他穿上了袜子 还有另外一只这个小黑狗呢 他身上只是挂满了平安福 也随着主人呢 一起来参加这一只的绕境行程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小黑狗呢 他已经是第六年参加了 所以呢 他身上挂着平安福 还有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随行的工作人员呢 他也来到校门口呢 向这个小朋友来发送这些拜拜过的喜堂 希望小朋友能够这个求平安保福气 但是这些小朋友呢 利用下课时间来到这个校门口 简直是乐翻了 那另外烈人高兴的是呢 这个为了有一些虔诚的这个香客呢 他们也是自掏腰包买了很多很多 又大的西瓜呢 是切给香客呢 来给他们节客 以上是现场为你掌握的最新情况 把镜头翻给棚内 哇 他们觉得手指都比出来了 看起来这西瓜还真的蛮赞的哦 今天是大甲妈祖呢 绕境第三天了 不过呢